国际间的最新消息 就在刚刚不到一个小时前 缅甸民主领袖翁山苏姬 已经抵达泰国首都曼独 这时翁山苏姬遭到军政府软禁 二十四年以来 第一次以自由的身份出国访问 非常的具有历史的意义 而他将出席六月一号 揭幕的世界经济论坛 并且要跟泰国总理迎来会面 讨论泰国境内将近二十万 缅甸难民的去留问题